指控部長李孟宴才剛上任三個月 辦事成效受到政壇肯定 但今天在PTT上被踢爆有地下戀情 指控李孟宴是已婚身份 卻和對方交往約十年 升官後始亂中氣 而爆料帳號在晚間發文自清 說自己已經很久沒有使用這個帳號 是被人盜用 極力撇清和爆料文關係 但男子的說法 網友似乎不買單 說來不及了 警方馬上就要去找你 帳號被盜用 還能登入 很離奇 使用這帳號的黃姓男子住在臺中 而臺中警方也證實有接獲該男子報案 不過一切還在查證中 消息被爆出 李孟宴很快發出聲明 表示自己個人行為 造成社會大眾觀感不佳 已經向總統賴清德及席政院長卓榮泰口頭請辭 卓榮泰事後也回應 尊重李孟宴個人意願請辭獲准 也成為中華民國任期第二短的交通部長